什麼完美的工作 台灣已經做了 繼續 不見得來過台灣 但知道台灣防疫得當 跨海大讚 讓人在美國加州的前主播 又驚又喜 你確實知道台灣不是台灣 美國加州持續封城 意外的是想要活動筋骨 增強免疫力的人 反而增加許多 看起來是真的有一點不大一樣 你看大家都離得比較遠了 所以來爬山歸來爬山 還是有在注意規矩的喔 不曉得這裡會不會有人 罰400塊的罰 封城禁令之一 就是要大家保持六尺 等同約1米8的距離 這下可無法麻吉式的 並肩走路 他們靠得挺近的 BB 這兩個也實在靠得太近了 奇怪耶 我反而覺得今天比平常人多耶 若違反距離令 警方可以開罰美金400元 折合大約新台幣1萬2000元 多數民眾還是願意 乖乖配合防疫措施 外出民眾還有一大部分 都往超市採購去 9點還不到就跑來超市 因為大家都說 應該是這個時候會上架對不對 只能夠一家買一卷 但是沒有關係 我已經開心到快哭了 趁著超市捕獲時間 果然順利買到生活用品 但超市屬於室內 防疫更要到位 保持六尺的距離 在超市也一樣喔 你看下一個人就得要停在紅線以外 實時謹記保持六尺距離 不只是考量荷包 更是為了自身健康 遠離新冠肺炎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維 명 記者維